泽连斯基发表历史性演说 不借代价 不投降 不会失败 又被问俄罗斯是不是入侵乌克兰 照例间崩溃 波兰不惧俄罗斯恐吓 交付战机 走钢丝 人民币从俄乌局势获益 真能成地缘政治避险工具吗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3月8日 欢迎收看第三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Jennifer 由于近期万维TV的不少节目被黄标 我们把一部分万维独报的内容 放在我们的备用频道万维微博播出 万维微博也叫万维二台 频道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订阅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新闻播报了 3月8日 首度有其他国家的领导人 在英国国会下议院的院会议场发表演说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傍晚发表的演说长约10分钟 院会议场坐无虚席 部分议员和官员甚至必须坐在地板 他在这次的视讯集系演说中提到 乌克兰因为分勇抗敌成了最大国家 但仍需要英国等文明大国的协助 包括尽一切所能协助确保乌克兰空域安全 并加强制裁俄罗斯 英国首相约翰逊 外交大臣特拉斯 国防大臣华勒斯等高阶官员接出席 演说开始前 所有人起立鼓掌向泽连斯基致意长达40秒 泽连斯基说 一如英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奋力抵抗纳粹对英国本土的攻击 乌克兰人也不想失去国家 失去所有 自2月14日清晨 俄罗斯导弹惊醒所有人以来 乌克兰全国上下至今已13天难以成免 他提到 虽捕获大量战俘 乌克兰并未虐待他们 因为我们没有失去人性 尽管俄军对乌克兰进行无差别轰炸 乌克兰并未失去身为人的尊严 未对俄罗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他说 乌克兰的战事向世界展现 谁是伟大的人 而谁是禽兽 他说 俄军连住家 学校 医院都攻击 相当于种族灭绝 但这并未消灭乌克兰人的坚强意志 俄军摧毁教堂 视神圣与崇高为武物 俄军攻击乌克兰境内欧洲最大核电站 这让世界认识到 俄罗斯是在对所有人发动大规模恐怖攻击 战事进入第九天时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召开会议 但结果不如乌克兰预期 北约不愿在乌克兰空域设置禁航区 泽连斯基说 他不想得罪任何人 但乌克兰人确实感到同盟无法发挥成效 乌克兰的天空依然向敌人敞开 欧洲恐怕必须从零开始重建安全秩序 泽连斯基说 乌克兰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庞大军队之一 面对的是莎士比亚中生存或消亡的问题 他强调 乌克兰对这个问题的坚决回复是要生存 要自由 亦如此前多次强调的 乌克兰将不计代价奋战到底 不投降也不会失败 不过 乌克兰需要文明大国的协助 泽连斯基恳请约翰逊加强对俄罗斯这个恐怖主义大国的制裁 协助确保乌克兰空域安全 尽全力以具体行动彰显英国的伟大 履行伟大国家应负起的责任 约翰逊现场回应 泽连斯基坚定捍卫自由民主 而奋勇守卫家园的乌克兰民众也启发世上千万人 如今自由世界最流行的口号就是 我是乌克兰人 约翰逊指出 英国及其盟友有决心继续支援乌克兰 提供武器 并加强向俄方施压 英国将停止进口俄罗斯石油 约翰逊强调 英国将运用一切外交 人道和经济手段 直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失败 乌克兰再度自由 为了泽连斯基的历史新演说 英国国会今天特别暂停下午议事 约20分钟 并准备500套耳机 共议员聆听英语及时口译 乌克兰人捍卫国家主权和自由民主道路的决心 在英国社会赢得许多尊敬 乌克兰驻英大使普莱斯塔克上周副国会旁听 议员就乌克兰议题对约翰逊的质询时 即获现场全体议员起立鼓掌致意 为异常罕见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让中共处于进退两难的局面 中共撤离大陆公民 以及回应俄乌战争的立场都显得措手不及 昔日战狼外交官遇到相关问题气焰全失 中共外交部一直采取打太极的方式 来回避承认俄罗斯的侵略行径 而在7日记者会上 发言人赵立坚又被问到此事 他不满地反问外媒记者 你这样纠缠有意思吗 当时彭博记者先是向赵立坚 陈述了乌克兰的惨况 然后询问北京对于俄罗斯 是不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 有没有新的立场 赵立坚则宣称 中国立场明确和一贯 就是不愿正面回应 彭博记者再次提问 你认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了吗 赵立坚仍不正面回答问题 他不耐烦地直呼 你这样纠缠有意思吗 这个问题都已经问过无数遍了 8日赵立坚则在记者会上指出 中方始终认为 一国安全不能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 地区安全不能以扩增军事集团来实现 他强调乌克兰问题早已超越俄乌双边关系的范畴 在北约连续五轮东扩情况下 俄罗斯在安全方面的正当诉求 理应得到重视和妥善解决 并重申 中方将继续为劝和促谈 发挥建设性作用 并愿意在需要时与国际社会一道开展斡旋 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上周六提出迫切请求 希望西方国家为乌克兰提供前苏联米格战机 这是乌克兰飞行员有能力驾驶的战机 以应对俄罗斯入侵 波兰外交部3月8日表示 波兰准备将其所有米格29战机 部署到美国驻德国的拉姆士泰因空军基地 并交给美国使用 波兰也敦促拥有此类飞机的其他北约成员国也这样做 美国国会议员7日敦促政府协助将此类战机 从波兰和其他北约和东欧国家转移到乌克兰 波兰外交部表示 波兰共和国当局准备立即免费部署所有的米格29战机 到拉姆士泰因空军基地 并将它们交给美利坚和中国政府处理 同时 波兰要求美国向我们提供具有相应作战能力的二手飞机 波兰准备立即确定购买飞机的条件 波兰正在用防御性武器支持基辅 但表示不会向乌克兰直接派进战机 因为波兰非北约盟国 不是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冲突的直接当事方 波兰总理马特乌什·莫拉维茨基 8日在奥斯陆与挪威同行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 任何关于提供进攻性武器的决定 都必须由整个北约在一致的基础上做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准备将我们所有的米格战斗机机队 都交给拉姆士泰因空军基地 但我们不准备自行采取任何行动 因为正如我所说 我们不是这场战争的一方 他补充说 此前多家媒体表示 白宫表示正在与波兰讨论一项用美国F16战机取代波兰苏式战机的协议 白宫发言人告诉Politico网站 我们正在就这个问题与波兰合作 并与我们的其他北约盟国协商 如果波兰决定将飞机转移到乌克兰 我们也在研究我们可以提供的能力来回填波兰的空穴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3月6日证实 美国正在与波兰合作制定向乌克兰供应这些飞机的计划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上周日表示 任何向乌克兰提供飞机以攻击俄罗斯的国家 都可能被认为卷入了这场战争 波兰、保加利亚和斯洛伐克等几个东欧国家 在各自库存中保留了数十架俄罗斯制造的飞机 3月8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中共国是俄罗斯最亲近的战略伙伴 双边贸易连接紧密 但自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人民币不仅波动有限 甚至对美元升值一度来到近四年性高 几乎不受中国近期经济成长趋缓影响 俄罗斯因为入侵乌克兰遭受经济制裁 独步大跌超过30% 但人民币汇率机无波动 部分专家认为 不排除人民币可能成为 地缘政治动荡下的避险工具 若人民币果真如部分专家预测的成为避险工具 这势必将鼓舞20多年来 致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北京当局 并削弱美元和其他西方货币 在国际金融和支付系统的强势地位 相当于让中国有更多资本因应经济制裁 金融时报分析 有几个指标显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上升 包括近几个月来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全球支付系统的使用频率排名首度超越日元 排第四名 渣打银行的分析报告也显示 人民币的全球化指标近来已达历史新高 不过中共的野心更大 它要摆脱由西方主导的Swift等系统 这也是为何中共政府多年来 致力发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这个系统目前在100个国家 有共计约1200所机构会员 虽然实力仍与有11000个会员的Swift有明显差距 但以大胜俄罗斯的类似系统 遭国际制裁的俄罗斯 恐怕也必须求助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专研国际货币关系的经济学家科恩指出 对俄罗斯的制裁无疑将进一步刺激伊朗 朝鲜和委内瑞拉等国家减少美元持有 他还说每当美国及其盟友拿美元来当武器 就是给中共更多诱因从中获利 俄罗斯日前入侵乌克兰后 中共在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间逆行 拒绝加入制裁行动 金融时报分析 中俄之间有诸多利益扣连 包括俄罗斯是中国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源 中俄自2014年以来 极致力于减少美元在双边贸易结算的占币 以及双方的中央银行持续执行货币互换 等规避汇率和利率风险的措施 专家指出 虽然活跃于国际市场的几家中国银行 恐怕不会给予对俄伸出援手 但中国仍可运用自身以人民币为基础的资金流通网络 包括与西方连结较弱的各国内银行 协助俄罗斯规避国际金融制裁 整体而言 中共将谨慎评估各项风险 并企图在维持与俄罗斯的关系 以及避免自己也遭西方制裁之间取得平衡 万维视频人士宇生认为 无疑中共正在走公司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